为了能够更好的做这方面的讲解 我们还搞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材料 这个是小米初期的电池滑的维护手势 手势非常大 我打出来的一部分 跟我们电池滑相关的 一会我们拆解的时候 我们也会参照这个文件 给大家进行讲解 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解 这是控制电路的接口 12正12父母 也是这是控制电源的一个接口 但是我们发现 我们即便是给了12父母的正父 加了这个电压以后 它也没有 BMS也没电 所以这个需要什么呢 需要在那边 那边就是直流大功力充电接口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控制接口 也就是它车辆要和它连接之后 这是低压的一个控制接口 这里边每一个真假 在我们的说明书上面是有的 这个口应该是交流的输出 应该是交流输出 然后这个是直流的 直流的因为这上面有标识 一个是前前驱的 一个是后驱的 就是前轮和后轮的 这是两个 然后这个呢 应该是个交流的 应该是交流 我记得是个交流的 这我看不清了 因为这个后边下午的时候 我们翻过来就比较明确了 这个是这个 液压的这个口 液压的这个口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防爆的 排爆的这个口 它这个和这个极客也不一样 它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了 这可能会更好的防护 它的这个结构性 这个胆得说 小米这个防爆口呢 就做的就比较科学了 因为这个有可能就碰撞的时候 把这个防爆盘打开 所以它这个加了一个防护装置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液冷 液冷的一出一进 然后这个液冷呢 和刚才那个液冷不一样 那刚才的液冷应该是高压包的 然后这个液冷呢 是这个电池煮的 下午我们翻过来打开的时候 叫大家看清楚了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防爆盘 这防爆盘你看 就有一点瘪了 这是搞瘪了 大家看到没 然后它这个外边的外粮 外粮我得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是很有说头的 因为这个 小米啊 这是他官方宣布的一些内容 他说他顶上这个 就这个板啊 是可以抗2000兆帕的 抗2000兆帕拉伸强度的这种 防撞热层型钢梁 这个 可能也是指的这个啊 这也是钢梁 这个是这两边 因为这边有座椅嘛 但这两边如果 如果这个被撞击的话 首先承受的是这边的力 对吧 然后再也就是它承受力 然后这个两边实际上是一个钢梁 就能够能够保护更好 保护这个结果性 除了这个连接座椅之外 它还其实是一个横的一个钢梁 大家看到了 那么这个 包括这个 这也是个加强机 是吧 然后这个呢 应该是连接这个后座的 这个是后座 这俩是后座 这个是连接 这个连接是中控的哈 这个是前座 然后这个是后座 对吧 这两个连接 然后这两个连接 就这样一个格局 看见了吗 然后这个是那个 它那个中后台的位置 他说他这个就是 能抗2000兆帕的这样的钢 他说比这个核显顶的 钢梁 还要高25% 当然核显顶的钢梁 我也不确定啊 他说的这个侧面是什么呢 侧面是有20公格的 三重防撞缓冲结构 也就是这里边全是小格格 你看这里边啊 你看见啊 这个咱们之前猜 那个几个的时候 能看见 它中间是孔洞啊 孔洞 也就是这个是一个 完全是有个带孔洞的啊 然后他说有20个格 也就是说这个侧面啊 你从这边拍 也就是这汉捷这个部分 从这个侧面有20个格 20个格 20公格 三重防撞缓冲结构 然后他说什么 他的缓冲结构什么呢 这边有个门框 就是车的那个车底的结构 有门框 门框加这个铝 和里边还有一个泡棉 后包这个盖里边 是什么结构的啊 它是一个钢板 然后它上面还有一层 这个像纤维是一样的 那个护板啊 大家记不记得 而且它这边呢 是每个 就假如都有那种防 应该是防震的吧 这就是现在这个 这个 相比这个结构 就这个结构啊 这是防震的啊 这是很好的 这是他的 就这样讲的啊 BMSCCO BMSCCO呢 这就是BMS BMSCCO就是他 然后这个呢 就是DCDC 就是电压转换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电池包里面的电压 726 726 726呢 它的电压呢 随着这个放电 它电压会变低嘛 我们已经放到了594V 但是为了能够让这个电池包 实际输出800V的这个电压平台 那么这个DCDC呢 实际上就是个变压的功能 这个图呢 是什么呢 这个图就是A系那个连接线 A系的连接线是哪条线呢 就这条线 就刚才这块 进来的 这边有个AC的一条线 然后这边有个AC的一条线 这个线呢 是这个 这个下边的一个口 它这上面它有标签了 它是有标签的 你看 这不是有个PTC护锁吗 这个PTC护锁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直流电和交流电之后 如果直流充了之后 那直流电脚就充了了 这个护锁这样的一个连接线 当然可以看到了 上面写着标签的 这条线就是这个线 5 5是吗 PTC护锁连接系嘛 就是这条线 然后现在上面有三条线 上面有四条线 1 2 3 4 就是这个1 2 3 4 这有一个正极 这边有一个正极 正极一正极二 也就是这个地方是两个 两个正极 这两个正极 大家看啊 因为我们已经把主正主负已经断了 所以这个高压房 现在是没有电的 也没有电的 现在呢 就是除了我们这个端子啊 这是有电的 其他的没有电 这是从电池包过来的 所以这个位置是有电的 那是D啊 这边是这个 大家看啊 才0.05V 这是个徐电啊 没有电的啊 655 大家看到了啊 我们现在还有6555的这个电 看到了没 在这里边呢 看这个PTC正 PTC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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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面是一个AC正 一个A负 就是这个位置 下面呢 这个就是AC正 A负 就是一个是交流的 一个是直流的 看到了吗 一个是PTC正 一个是PTC负 一个是AC负 一个是AC正 这四条线 这个PTC正 PTC负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他交流充电的控制信号 对吧 这是他的控制信号 然后那AC正 A负呢 这是这二八里的充电的 明白 这个呢 是他的控制信号 PTC正 PTC正 EV 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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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C正 这是PTC负 这俩是控制信号 这个呢 是这个是他的真正的 这个充电的信号 好 这个是一个 这个AC 那么这个AC 和刚才那个AC的区别 那个AC应该是充电的 这个AC应该是放电的 我猜的 因为这是DCDC嘛 对不对 这个是DCDC 那么这个里边 还有交流转直流 就是这个里边呢 除了直流转直流之外呢 还有个交流转直流 因为充电的时候 有的是直流充吗 有的是交流充 然后呢 有的是直流充 对吧 它是几个充电的方式 然后用的呢 有用直流的 是不是又用交流了 对 可以 家庭充电很多都是 对 但是这个上面呢 没写是 是 IN还是OUT 是吧 没有写 没有写 这个我们确实 12V的 这是12V这个店啊 12V这块 为什么用铜牌呢 这么大铜牌啊 我是觉得12V还能 中得到这么大铜牌吗 而且是红的 高压这种高压线的标志 我们看一下这个向上线是谁啊 这向上线是走的这 这走的这 这向上线 这个ACDC 这个向上线是什么呢 这是温度啊 定压的线号 这种走到这边控制 这是从控制口过来的 是吧 这不是它的 它的线也会到那儿出来 12V低压口 低压口 我们写到这儿 然后这个呢 是叫总控线 DCDC的控制线吧 对控制线 总控线 而且那个 我们那天跟它输入了12V的电 那头有电 但是它这头下来了 因为它这个控制线在这儿了 它没有给你信号 你就输不出去 你以为有些那样 还不是直接10-12V解这儿 但是不知道给多大的电流 所以就没有强制启动这个 看这个意思 如果这边12V这个 就这么粗 有可能是有大地流的这种可能性 对不对 第一第一 一个是控制线 一个是12V 一个是交流 对吧 交流这边也贴一个 这个呢 是一个 这个液冷的一个循环 这液冷管 这是接到这个DCDC里的 看到了 就是给它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12V 从DCDC输入输出的 这个12V的这个 控制电压 低电压 给了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供电 是靠DCDC供电的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DCDC呢 就是它的一个 电源整流和变压的一个 集中的处理器 它不是高级线 实际上是个控制线 控制线 这个线是这个线 这个线都接到这个线上了吧 都接到这个线了吗 走到 你拍什么 那他走到那个中央控制口去了 过那去了 这个对这个交流充电的一个控制线 这条线来 不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不是 就接到这里吧 嗯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交流充电头 实际上给它充电信号了 这个就是信号线 这就是充电这个信号线 信号线能走到那边去 也就是说这个 是DCDC的重要控制器 应该是重要控制里面走到这 这条线可能有些线走到这个BMS BMS要给它信号了 它才能冲 也是它才会启动 所以它就是这个信号线 好吧 这个结构完整了吧 哇塞 我就没想到这个12伏的还搞这么大 啊 这12伏这是软通牌 这是软这个啊 这是软通牌啊 这一样的啊 软通牌 但我怎么感觉 这小米这个 这绕这个有点啊啊 这有点那啥 极克那个就是人家就套好的是吧 塑缝那种套好的 这个绕这个感觉有点那啥 有点超啊 但是这个效率低是吧 个人感觉啊 个人感觉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